那麼當不討事情出來之後 大家很多人關心的整個人心惶惶 那我們一直希望不要惶恐 遵守疫情指揮中心的規範 那鄭市長也指揮漏定 那甚至鎖住了 不但是沒有讓他變成破口 進而擴大到社區 反而親民計畫告一段落 順利的把這一份告一個段落 那我要特別謝謝我們策層福安宮的政府論委員 10天前12天前他打電話給我 他們想福安宮節省一些原本過年相關系列活動 要花費的錢轉為大愛 熱心的轉為大愛 來轉正點慰勞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那這個樣的一個舉動 可以特別聯絡了鄭市長 那所以也特別把屏東當季的水果 同時也運了兩卡車的水果 來交給韓豪鄭市長 申送給我們所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同時 呼籲我們的國人同胞 大家如果全力配合 這個國家隊的一個指揮 我相信中央地方人民 必須全民的配合 才不會成為防疫的破口 大家才能撐住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想這次的捐贈 我們把它捐贈給布陶 國軍804總醫院 以及聯興國際醫院 來幫助這三個醫院 那麼在這個春節期間 感受到溫暖得到更大的力量 我們桃園會守護好 守住桃園就等於是守護台灣 防疫第一線責任固然重 我想我們擔負起這樣的責任 一定會把每一個 這個可能的環節都做好 所以我要請求我們的防疫團隊 大家不要疏忽 那麼還是要繼續的保持 這個防疫新生活的這樣的標準